图像当中居然是一些身穿黑色长袍的光头僧人 他们一个个瞳孔中散发着血红的颜色 周身气息十分可怕 似乎与他们身上传承的佛门道法背道而驰 佛与魔 这两本来该是完全对立的两脉传承 为何会集中在这些恐怖的杀戮者身上 各种各样的疑问疯狂涌进徐扬的脑海中 他迫切地想要得到答案 突然间像是想到了什么 徐扬立刻来到藏修种门口 发现原本守护在这里的 不知道多少年的那块巨大石头 已经失去了踪影 而进入藏修种的传颂结界 似乎也被人强制更改了 果然是发生了变故 罪鬼祸首应该是西域八百佛门当中的势力 看来我们有必要走上一遭了 龙坤却是一脸的疑惑 可是老大 我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光凭你刚刚推演出来的幻象 我们也无法锁定那些僧人的身份呢 徐扬的确露出了一抹笑容 这很容易 突然一股强大的疯狂的火焰迅速凝聚 化作一道无比璀璨的凤凰光雨 浮尽的火焰开始焚烧 整个逍遥道宗 这数以百计的尸体 完全被炼化成最为纯粹的本源力量之后 徐扬将它们再次收集到统一的位置 悬浮在虚空中 凝聚出一道巨大的本源光球 而在这道光球当中 隐隐凝聚着一道万字明文 哎 果然藏着线索 老大 你还真是神了 这都能被你发现 徐扬的确笑了笑 你们难道忘记了吗 之前白莲雪在得到金光泥菩萨的时候 那些同样被抹杀的僧人身上 也有类似的印记出现 佛门一脉传承 传承者在陨落之后 都会留下独属于自身一脉传承的力量烙印 不过 理论上来说 只要在它们身边有杀戮的诞生 这种烙印就会留下痕迹 如果我猜得没错 刚刚我们推演出的那些 拥有血色瞳孔的僧人 应该是被某种特殊的魔化力量所掌控 如果这是它们原本的意志所为 它们绝对会清理掉这样的痕迹 现在这些万字明文还残留在这些尸体当中 就说明它们在行凶的时候 是不受控制的 既然有人将西域八百佛门传承的实力 也绞入这趟浑水当中 明显是有更大的预谋 我们必须亲往八百佛门一次 将整件事调查清楚 而它们留下这万字明文 就足以帮助我锁定对应的传承目标了 徐扬的形象原本在龙坤等人看来 就是无所不能的 眼下这波操作 不禁再一次坚定了它们这样的念头 再将面前这道封印着万字明文的本源完成封印后 徐扬立刻带着龙坤和灵瑶再次启程 赶往西域八百佛门传承的领域所在 其实八百佛门的位置 理论上已经超出了三千道州的范围 但却和三千道州的西行边界相隔不远 仅仅只是隔绝着十几道崇山峻岭这样的距离 如今与徐扬三人的角力不足半天的时间 便抵达八百佛门内域 进入这片区域后 徐扬三人的内心本能变得沉静 似乎佛门传承原本就有净化人内心的能力 一声声钟鸣馋畅 不断地传递在脑海之中 也让三人的情绪变得格外安静 早在收览那些逍遥道宗门人本源的时候 徐扬便将里面封印的万字明文气息牢牢铭记了 此时三人落地以后 选用扩散出自身强大的精神力 大范围的检索与这万字明文气息 最为相似的脊脉佛门传承 而被徐扬锁定的目标 有迦兰寺 范阴寺 以及慈云斋 徐扬三人选择就近的范阴寺 直奔对应山门 三人气息落地的一刹那 门口几个年轻僧人第一时间上前阻拦 你们是什么人 敢擅闯佛门禁地 徐扬平静地笑了笑 郭登乃是三千道州天兰帝国的头目 有很重要的事想要求见贵司住持 请两位为我三人引荐通报一声 和想象中一样 这范阴寺并不是随便什么人想来就能来的 按照门口这三个人的说法 没有得到住持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入内 这样的口气听上去 大有距人于千里之外的意思 不过徐扬哪里会向这些家伙妥协 并没有更多废话 直接化作一道流光 三人便已消失在数百米之外 大摇大摆地闯进了山门 并非是徐扬三人何等造次 只是非常时期 他们既然来了 就必须要弄清楚真正的情况 来到佛门那堂 徐扬看到那身披加沙的范阴寺住持 正在念经 并没有上前叨扰 在门口等待了半个时辰后 这范阴寺住持 宝像庄严地站起身来 走到了堂口 来到了许阳的面前 毕恭毕敬地双手合十 阁下就是明洞三千道州的 一代人族领袖 许阳吧 许阳倾笑点了点头 不敢当 我三人此番前来 是有事想询问大师 这住持明显已经洞察三人来意 慈祥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阁下想要询问什么 逍遥到宗的这场劫难 并非我凡音死作为 老纳能给出的提点只有一个 最近几年来 慈云斋频生已想 似有大动作出现 阁下若想查明真相 不妨去慈云斋走上一遭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有了这住持的指引 徐扬三人也并没有做更多犹豫 腾空而起 消失在了住持的面前 三人刚刚离去 这范音寺住持便露出了 长舒一口气的表情 殊不知同在这一刻 慈云斋的上空 一股森冷的黑色烟云迅速凝聚 将整个慈云斋完全笼罩 而这道阴郁的气息 正和那些血红色 瞳孔僧人身上的气息 完全吻合 慈云斋内上百女修士 皆是一脸严肃的模样 纷纷抽出冰刃 来抵挡着黑色烟云的光芒笼罩 黑色的摩云中央 一道无比阴雅的声音 发出了这一声威吓 声音冰冷到了极点 而为首那白色长袍 裹身的慈云斋首席 慈云师太 面色同样冰冷到了极点 请不吝点赞订阅